任何在网上看到的人都能够升日下 就可以受这个训练一路提升 我们今次的讯息就是领受神将万物赐给我们 在罗马书8章32节里说到 神既必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料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同伯伯的赐给我们 神是答应了将万物给我们 不过很多基督徒是活在一个贫穷的心态 和贫穷的状态之下 不单只是经济而是各方面的贫穷 那为什么会贫穷呢 就是因为魔鬼偷窃杀害毁坏 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魔鬼偷窃杀害毁坏 我们任何的负面思想 任何负面情绪 就会带来偷窃杀害毁坏 那偷窃些什么呢 大家留意一下自己有没有被偷窃这些 平安起落 有没有失去了一些呢 因为每天都感谢神 我曾经说过 我一亲人神 神就欢喜了 我一尊重神 神就欢喜了 一杯凉水神都喜欢 我任何为神做的小事神都喜欢 但是很少基督徒是这样想的 其实这个是圣经应许的 一杯凉水神都会赏赐 不能不能赏赐 就是说他欢喜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说 我有神赐福我 我就可以天天都平安起落 有信心 信心是什么呢 神应许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神答应了我就放心 这个就是触实神的应许 还有有力量 无论是身体的力量 还有心灵的力量 动力都充满的 还有智慧 如何处理一些难处理的人物 如何处理一些困难的情况 但是很多人就没有了智慧 即是说就算基督徒也是 跟人相处是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结果就跟人相处又失败 自己又内心又觉得有失败感 就是被魔鬼偷窃了 资源了 神给我们有供应 有各方面的资源 但是很多基督徒就困难 也都因为工作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被魔鬼偷了他的工作能力 或者工作的机会 我们求神赐给我们 有这个信心 拿回这些资源 或者健康 很多人不知不觉地 健康被破坏 健康破坏的时候 整个人都发挥不了 声誉 原来我们有时 一些小的错误 就会影响我们的声誉 我们小小说错误 发脾气 很多人就觉得不要紧 自然反应 因为觉得自然反应 就是犯罪 人家犯罪我们就会生气 这个自然反应 但是当这个自然反应的时候 后果就是声誉受影响 另外就是人的信任 觉得基督徒不可信 或者人制关系 或者幸福家庭 家庭里面 你的家庭是不是平安喜乐 爱心 是满足的 或者很多人吵吵 很多人不开心 这些就是被魔鬼偷舌了 或者机会发挥生命的机会 我们工作的机会 任何的机会 如何全面性的发挥 我多谢神 神为我预备一些机会 我已经开始宣教 这个机会怎么来的呢 是一个教会 我一年去两三次港道 因为他内宗请我一次去 刚刚那天 有一些不同地方 有香港以外的船道人来到 联络之后 开了一个网络 现在我都是陆续去宣教的 神的奇妙计划 祂的赏赐和永生 大家想一想 你的生命被魔鬼偷了多少呢 还有些人还觉得是必然的 我这样的情况 当然是不开心 当然是烦恼 当然是不好 觉得是必然的 其实我们是 每一件事反思 我们有什么被魔鬼偷了 我们就在那些事上 求神帮助我们 建立同神关系 建立跟从神 神就会将这些给我们的 这个经文就讲到 神将万物和耶稣 一起赐给我们 我们一起读 罗马书八章三二一节开始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敌党我们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义子 为我们众人写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 刺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简选的人 有神称他们为意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罗马书八章是一张非常美好的经文 里面讲了很多神的恩典 我希望大家回去熟读罗马书八章 而这里三十一至三十四字 是非常宝贵的 这里讲到 神如果帮我们 谁能敌党我们 就是说 任何人我们都不用怕 因为人能把我怎么弱 没有人能够破坏神的计划 有些人说不是 有些人真的破坏 是当我们容许他破坏 才能够破坏 就算他攻击 就算他骂我们 就算他尝试去抢夺 如果我们走神的路 神会给我们 那些人也会 神会彰显他们的错误的地方 以至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不用怕人 有神帮助我们 我们不用怕人 不用怕环境 心里面坚定相信 我走神的路 必定蒙福的 大家一起宣告 我走神的路 必定蒙福的 我走神的路 必定蒙福的 哈利路亚 然后圣经就讲到 神如果都没有爱惜 他的儿子 他所爱的儿子 他所最体重的 神最体重 最体重 最体重 就是他的儿子 他都为我们捨了 也都 起不也把万物 所有的万物 万物包括什么呢 这些人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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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偷的 还有更多 所有你不可能想到的东西 我说一个 真实人物的辨证 这个人叫James Tour James Tour Tour 就是旅行的Tour 这个人 神真的很特别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在信主之前 他看到耶稣的意象 也有人向他传呼 他信了耶稣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物 为什么特别的人物呢 他是有极高度的才能 他的高度的才能是什么呢 他是一位有机生物学家 他就是生物学家 但是特别是专注在细胞方面 他就将细胞的构造 非常细节地去研究 去证明进化论是骗人的 他真的用这句说话 并且公开在网上作见证 还会辩论 网上有辩论 如果大家懂英文 大家可以上网看 如果你想 我有一个英文群组 这个群组只是发英文的影片 你告诉我 你有我的电话 上网找盐牧师 YouTube已经找到我的电话 他最近又发了一个影片 很特别 两天之前 他说五样东西 五样东西 他就证明 没有可能是 就是他们现在说 那些什么生物自己变出来 第一个细胞自己变出来 他就说 一个挑战 你有任何的化学家 他有挑战 特别 选择一群 但是十几个人 他们是 推行生物自己变出来的 还有他们都是一些化学家 他说 你们任何一个 证明你有任何方法能够製造到 身体里面的那些 那些的 蛋白质 有些什么的质素 还有 他说我给了所有材料 你能够变到第一个 在实验室 做到第一个细胞出来 是活的 能够繁殖的 他说我会把所有的影片 推翻这个理论的 放下 离开YouTube 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他说 如果你任何一个人做到这件事 我就能够 把所有的影片推翻 但是他有信心 是没有人做到的 而那些人经常说 我们做到了 我们已经能够变成细胞出来 他说 你让我看看 你如何变成细胞出来 在辩论的时候 对方直接说 你又说了一样 接着他很简单的回应 我现在写五条问题 你告诉我 谁做了这件事 接着他说 有人做了 他说谁 他说不出 他说哪个文件 说不出 什么都说不出 就是说 你说大话 他在网上 这个影片 这个辩论也是放在网上的 这个人还有非常强烈的才能 他能够做出一些graphite 是非常强烈的能量 但是很简单 赚了很多钱 这个也是神祝福他 他也发明这些方法 他将老鼠的腰骨 神经线整断 他可以用这些方法 把老鼠拼回 那些老鼠走得回 跑得回 神给他很高度的智慧聪明 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应用在人身上 将来可以将那些人 譬如下肢 残废的那些 可以拼回 用那些graphite的方法 他也找到这些方法 是用非常环保的方法 可以产生能量 他在很多方面 非常有聪明智慧 这个就是神章万物 一部分给他 如果你有兴趣 这个人物真的很值得去看看 他的生命 他也经常说圣经 他不是只是说科学 他也说圣经 这个就是神章很多东西给他 那为什么他又得癫毒 我又没有呢 有时我们想一下 我们自己有多大发挥 我们信耶稣之后有多大发挥 或者是随意生活 随意 不会有什么大发挥 随意 随意 喜欢做就做 不喜欢做就不做 很多人又如何 他的情绪控制 哎呀 我今天没有心情了 哎呀 我不开心了 怎么办 我做不到的 这些情绪 就控制整个人了 所以他的生命永远都发挥不了 到有一天 我们去到天堂 在神的审判台前 神就说 你的生命 就是整天都说 哎呀 我做不到的 哎呀 随意吧 他的神就显露出来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哇 其实做到的 神会给我们看 你做到的 不过你没有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有这个信心 我们一起宣告 我们靠着耶稣 什么都能做到 什么都能发挥 靠着耶稣得性有余 我希望大家真的记得这个经文 罗马书8章32节 神基不爱惜自己的乙子 为我们众人舍练 岂不亚把万物 万物 所有任何的东西 都白白刺给我们 当然 第一 不爱神一定得不到 第二 每一样东西都不是 就这么说 神啊 让我弹琴的恩赐 神啊 让我讲道的恩赐 让我传福的恩赐 祈祷奉耶稣名阿门 一声 立刻落到我们里面 是不会发生的 是一定有很多的学习 操练 练习 先会有的 就是 譬如这个 James Tuor 他的才能是要研究回来 他真的要 读的 真的要研究的 做很多很多很多的实验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 发挥的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有勤力的心 为神勤力那种 不是只想赚钱那种 为神勤力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发挥了 好了 接着生日生日节 开始就讲到很多人 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不能够发挥 就是为什么 整天都内疚 哎呀 我以前做了什么不好 哎呀 我以前犯了什么罪 我以前怎么失败 我什么不好不好 这些就很 在心里面 人家控告我们一句 接着控告最多的是谁呢 自己 不是魔鬼 是自己 自己不断说自己 哎呀 我真的没用 我真的蠢了 哎呀 真的做得不好 这些经文就说 谁能控告神所简算的人 这些控告很多种 就是犯了罪 或者你又没用 你又做错这些事 以后没有机会 这些任何的控告 谁能控告神所简算的人 有神清他们为义 神已经清我们为义了 清我们为义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其实仍然是罪人 圣经说算我们为义 如果大家读罗马书 会留意到 算我们为义 清我们为义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其实不是 我们仍然不是公义的 我们的生命仍然有很多罪 是清我们为义 算我们为义 即是在神的眼中 有这个义仆以赛书 录下来一章十节 我恩耶华大大欢喜 我靠神快乐 因为他以拯救 为衣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仆 给我披上好象 新郎 大上华冠 新婦配戴装饰 这个金句是非常美丽的 以赛书六十一章十节 就是他将这个拯救为衣 给我穿上 公义为仆 给我披上 好象新郎新娘 那么美丽的 所以我们 是算为义 并且加上神的义仆 我再说一次 我们仍然有罪 但是神算我们为义 因为耶稣的缘故 算我们为义 不单止赦免我们的罪 不单止赦免 是将耶稣的义行 放在我们身上 他的公义为仆 给我们穿上 就好像新郎新娘 那么美丽 所以神看到我们的时候 是好像耶稣 那么美丽的 那么荣耀的 但是同时 我想说 神有两个主要属性 第一个是 怜悯 恩典 慈爱 第二个是什么 公义 圣洁 神看人 是两方面一起看的 他一方面有 恩典 慈爱 但另一方面 他们也有他的公义圣结 所以圣经里面也很清楚说 不要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也有说到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肉体是死的 信在圣灵杀种必从圣灵收永生 信在情欲杀种必从情欲收败坏的 所以圣经里面也有说到 很明显有败坏的 神会追讨人的罪 人所犯的罪 神是不喜悦的 是圣经里面有说的 这两方面好像很矛盾 但是的而且神看我们的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义圆 是真的非常美丽 但是同时 他以一个公义的眼光 也看到我们的罪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很简单 圣经已经说了 悔改信靠耶稣做救主 真心 我憎恨罪离开罪 不是只有悔改的神 我犯了罪了 赦免赦免 那就是求主赦免 是真是憎恨罪 离开罪 知道罪的破坏性 那么神就喜悦我们了 不是靠行为清义 而是我们在罪中 就跟神有隔绝 有个难阻 但是我们听神话 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了 那么的时候 我们一做得不好 就求主赦免 那么我们又轻轻松松了 神已经赦免了 但是我就会处理罪 我就靠耶稣 圣过罪 因为罪一定有破坏性 一定会伤害我生命 所以我就听神话 这样你就算未完美 神也很欢喜 就算你未完美 但是你一路处理罪 一路对付罪 神就很欢喜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的 让我先犯罪 我翌日才悔改 我明天才悔改 我先罵完他 我先看这些色情片 我看完 我翌日会悔改 这种心态是神不喜悦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知道活在罪中 必有破坏性 一起说 活在罪中 必有破坏性 悔改 亲近神 遵从神 神必喜悦 一起说 悔改 亲近神 遵从神 神必喜悦 我亦会开开心 对不对 这里就说到 没有人能控告 因为很多人就没有力 为什么呢 因为被魔鬼控告 被自己控告 但是神已经称了我们为义 也都将义仆 加在我们身上 我都顺带说一说 在启舍里有说到什么呢 基督徒所行的义 这个细麻衣 这个结白的细麻衣 将来我们是有基督的义仆 在神面前 也都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你一生所行的义 是你的荣耀 永远的荣耀 你去到天堂 你就会看到那些基督徒 有基督的义仆 也都有他所行的义 他所行的义 不是只是他做了多少好事 是他的心态 他有没有谦卑感恩 荣耀神的心态 当有这一切的心态的时候 他就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也都在他身上的 是永远的荣耀 但有些人 他们为神做的 是仅仅有些少的 也都是永远 就是这样的状态 永远都是 始终都是这个状态 你今生的生命 是永远的状态 我希望大家 学无 但其实我们的动力 最主要应该说 不是只想到我们的上次 而是想到 我们能够祝福这些人 他们去到天堂 真是好得无比的 我能够救到他 他去到天堂 又生命又改变 又得到赏赐 他的生命发挥 真是好得无比 这个我希望成为你的最大动力 就是祝福人 荣耀神 这个成为我们的最大的动力 好了 接着是 谁能定我们的罪 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重死了 复活 而且他在神的右边 还不是只在睡觉 不是在闭眼睡 是为我们做什么 替我们祈求 他是日日夜夜替我们祈求 耶稣和彼得说一句话 在他否认耶稣之前 他说 我因为祈求 叫你不止以失劣信心 你回头以后 会坚固你的弟兄 就是耶稣的祈祷 是大有功效 神是为我们祈求 叫我们离开罪 行神的路 遵从神 事奉神 不过很多基督徒 就没有打开心 所以耶稣的祈求 的恩典 都能临到他身上 代祷 不能够取代 这个人 信靠神的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有些人跟我说 他说 你为谁祈祷 叫他身体得医治 我说他有没有信耶稣 我说没有 为什么你第一祈祷就是医治 为什么不是第一祈祷 他信耶稣 他不信耶稣 他得不到耶稣的恩典 我们求神感动他的心 也感动我们向他传呼音 或者有个基督徒 又懒惰又犯罪 这种那种 祈祷快点结婚 找到配偶 为什么你关心配偶结婚 为什么没有关心他跟神关系 当他走在罪中 他必然是有破坏性 他一直犯罪 你说他代祷多少 他不会蒙福的 一定是我们的代祷 是会对他的帮助 但是必然 这个人都跟从神 遵从神 他才能够得着神的恩典 我们都靠神帮助 给我们有动力去帮助他 所以 我觉得有时有些人对于代祷有一个迷信 说我代祷他就搞定了 我们代祷之后 我们都一定帮他 他也一定有回应 但是神的代祷是有功效的 当这个人有信心领受的时候 他是有功效的 是有行其妙的事的 但是这个代祷并不能够取代 这个人本身对神的回应 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 所以我们为家人代祷 都存完福音 不要只是代祷 好了 这里讲到就是说 神没有爱惜自己 只为我们众人舍 也将万物赐给我们 这里我再讲一下 神给了多少东西呢 其实更加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可以赐给你的 你的心里面有感动 神啊 我想做这东西 为你做这东西 你有这个感动 神就会赐给你的 神就会加力给你的 神就会跟你一起 神就会使用你的 只要你的心里说是神 我愿意 求神你给我 聪明智慧 也如何发挥 我的事奉训练课程 就是想训练人发挥 任何一方面 都需要训练的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 你网上可以看回的 你网上可以看回 很多东西我都教的 现在我最近说什么呢 是帮助不同形类的人 有些人是情绪化的 有些人是淫淫沉沉的 是长气袋 有些人是什么款的 有些人是放弃生命的 如何去帮他 这个都是我 神给了我不同的感动 去帮助不同的人 当我去到宣教的时候 那些人听完 我说 联牧师 来多些 麻烦你来多些 他们都很欢喜 他们听完真的有改变 我希望大家 都真的有这种心 其实 我的教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你的 我是经过很多研究 很多实践 然后得到这些教导 我希望你听到 用出来 今次这堂 你希望记得 神已经将万物应承给我们 不过我们又没有拿 你没有拿 就真的 失真了 失了这些 那么好的机会 神给你的 而我们爱神 在下面 罗马书二章九节 对不起 罗马书二章九节 你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 你想都想不到的 恩典 是极大极大的 所以 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你的生命 不要以为 我已经大了 读不了书 你今天仍然可以提升你的生命 求主帮我们 当然提升生命 都包括 专注的能力 思考的能力 提讨专注 看圣经专注 思想如何帮助人专注 侍奉神专注 在学习的那种能力 但有些人 经常都是 温柔太空 思想是 祈祷又不专注到 帮助人又做不到 说话 我也和很多人聊天 发觉他 说一 我说二 我说三 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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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谷花园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 这些人 是基督徒来的 但他的思想 是非常紊乱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他的思想 因为人的心 发出 情绪 和思想 都影响我们整个人 我们的意志 都影响我们整个人 而灵界原因 叫人难以改变 很多人很难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他 被魔鬼偷窃之后 毁坏了什么呢 偷窃了 处理情绪的能力 处理思想的能力 处理动力的能力 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当他这些能力失去的时候 他心里是不可能发挥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知道 为什么 很多人觉得 这种莫名其妙的 不知怎样救助 其实 圣经说明的 在《创世记》 出埃及的二十章里讲到 说到犯罪是恨神的 神追讨他 自负及子 直到三四代 不过 你爱神 神就向你私恩直到千代 所以我们不用怕任何的奏座 什么奏座 你听神说爱神 神就给你了 你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 你眼睛未曾看见 你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全部都为你预备 所以不用怕 哎呀死了死了 有什么奏座 不用怕 你爱神 主你生命 什么奏座都走光了 什么问题都走光了 不过很多人的生命 是容许的 一天干什么呢 起床就在那里 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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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 思想也是 经常被周围的事情控制 他没有刻意去处理 这样就惯性 就是 随意生活 随意生活的时候 我们随意 人家骂我们随意的反应 通常都是骂他 都是发猛诊的 很少说随意 一天就说我要祝福你 是不会的 是刻意的 需要 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 很多基督徒的路 看看三条路 看看你是哪条路 第一条路 高高低低 无力 甚至掉下去了 初信的时候 还有一些热心 现在越来越低 第二条路 平稳 平淡 即是差不多 十年余一天 经常都差不多 但另一种真的有起落 有发挥 是一路提升的 一路向上去的 你有没有这个心呢?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心 神帮助我 不要走难不结果之 不要跌下去 而是向上去 靠着耶稣得性有余 靠着耶稣发挥更大 在我们群体有一个人 他以前有发生什么事呢? 赌博 很重要 输了很多钱 离婚 想自杀 他是想耶稣 但是依然生命有很多问题 后来他就 我都不记得他怎么认识我们 接着他就参加我们的课程 祈祷灵命更生 他现在都不知多热心传呼 我们很多宣教的路是他开的 是他去到那些地方 认识那些人 介绍 而牧师帮到我们的灵命 提升我们的训练我们 你认识一下他 接着他介绍 我就去和他聊 谈完他说 哇 真的这么好 接着就邀请我去 就是这个人物 一个曾经赌博 和离婚的人 一个这么痛苦的人 但是他被神改变 他便带很多人信耶稣 他周围的全部都 但是他的邻居 很有爱心 整个人改变 所以不要说 哎呀我以前是怎样 你以后 你听神的话 你的生命必然可以偷舍 必然 拿回头 从魔鬼手上 拿回头 他偷的 你拿回头 第三样就是 内疚都可以让魔鬼偷舍我们的生命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就觉得 不要紧的 经常都会想起 我自己都会想起 有时自己以前做错的事 但是我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就不是神了 不是神了神了死了死了 我犯了这么多罪 而是我说 神了我现在 争认这些罪 我不想再犯罪 我要离开这些罪 我一想到这些罪 立即离开 并且深信神赦免我的 有喜乐有平安 无论犯了多少罪 神都真的赦免我们的 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 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 因为耶稣在天上 不断为我们祈祷 所以任何的内疚 我们都可以放下 因为神是 大大的提升我们的 我们认罪 神必须赦免的 我们悔改 在信靠神的赦罪 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 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 魔鬼 常常都想控告 魔鬼常常跟神说 好像 在控告若白 他什么不好 魔鬼想控告 但是当我们信靠神 很多基督徒 这个第一步都没有做 信靠神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 我一悔改神就赦免了 我真心悔改神就赦免了 但是很多基督徒就不是 一路求主赦免了 神啊 赦免我了 我很多罪 神啊 赦免了 赦免了 拜托你赦免了 快点赦免了 其实真的不相信 他就以为我要跪多久 求多久 神也赦免了 我们悔改 我们憎恨的罪 决意离开罪 神是即时赦免的 神是即时赦免的 所以不是在乎你要求多久 有些人会这样的 你要哭多久 你要求多久 神是赦免 其实我们一悔改 神就赦免 但是一定 我们是憎恨那个罪 离开罪 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所以没有人能够控诉我们了 而处理内疚 就是说 就是说神真是赦免了 下面的经文我们就先读过了 二塞书六十一章十节 我就可以大大欢喜 因为神以拯救为义 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袍 给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那么漂亮 辛苦配搭 装饰 那么漂亮 阿里路亚 好了 既然神这么多礼物 那么我们怎么得到呢 这个最重要 第一是信心 信心是什么呢 神答应了我就触实 其实神答应了很多 你看圣经 不知道有多少允许 你可以查经 你的经文 圣经的经文 那些允许 就全部 全都显示了 全都记住 那些经文我要记实 触实 神已经说了 你已经说了 你会做的 这个经文 很简单 为什么你不能说鬼 因为你的信心很少 好了 你有信心 像一粒介绍的种 即是活的信心 不是死的信心 是活的 我信神是大能 我信神 应承一定做的 就是对着一座山雪 挪到这边 由这边挪到那边 都会能够挪去 并且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有些人说 我经常都求太平山挪去 他又不挪去 那为什么呢 这个不是要来试探神 有空无事做 动一下太平山 大武山 动一下他 看他去了哪里 可能在大壁白的时候 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敌人来 神让你移山 或者你 什么方法都好 把这个敌人隔开 在这个时候 你有信心 神是全能的神 万王之王 你万事都能 你在那时候 你就需要做这件事了 或者这幅墙在这里 神你帮我走 帮我走出这幅墙 离开这个监狱 离开这个逼迫的地方 这个就在受逼迫的时候 或者是一种不可能的 明明那些树不能吃 神将它变为食物 让我吃得 那些泥土不能吃 神将它变为食物 那我有很多食物 这个神可以做的 就是我相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什么都能够 神一定发挥 神一定负责 我们的生命不会怎么样 你就听了神话 结果 生命就搞到一塌糊涂 全部的东西 什么都破坏了 不会的 其实将来这个世界 有很多很多人的破坏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AI有一个能力 是什么 模仿你 他已经模仿某些人物 一些出名人物 我们不是出名人物 所以他不会模仿 不过有一天他要模仿基督徒 就说基督徒 你看看 整个样子出来 你和那个女人犯奸任 其实是假的 或者你又说一些说话 其实你不信耶稣 其实是假的 将来会有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不用怕 我们相信我们走神的路 他们攻击不了 神会保守 但是基督徒也要留意一下 当时 你会看到一些AI 那些什么图片 什么影片 你不要相信 一定是真的 我们一定要分辨 第一就是信心 第二 在《亚比斯的祈祷》 《历代至上》四章十节 扩张我的境界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想扩张什么呢? 是不是只想扩张你的床呢? 你的房子呢? 只是想扩张什么呢? 我希望大家真的说 神扩张我的境界 我祝福人 我如何帮人 我的智慧 我的恩赐 我如何柔和谦卑 和人相处 我的家庭生活 如何扩张 并且能够提升我的恩赐 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求神帮助我们 有这个《亚比斯的祷告》的心 扩张我的境界 进入一个更高的领域 也都是以神为乐 神就将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以神为乐 神就叫我们成价地的高处 就是说 神是会祝福那些 以他为乐的人 就是说 真是好 感谢神 赐给我的生命 赐给我的饮食 日用的饮食 真是好 赐给我的圣灵 真是好 赐给我的动力 真是好 感谢天父 我祈真土就有喜乐平安 真是好 所以 我的喜乐是来自神 我希望你的喜乐是来自神 而不是来自 有什么吃 有什么玩 有什么买到的东西 在神里面 神就欢喜你 神就祝福你 天天都以神为乐 这个是刻意的 天天去想 因为人是自动会不开心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自动会不开心 有时无缘无故 自己做一些事 忽然间 哎呀 为什么做了做了 就是这样 哎呀 忽然间就悲闷了 我自己都发觉 我有这个情况 但我立即感谢神 神啊 我有原因喜乐 因为你欢喜我做的事 我们是要选择喜乐的 就是不会自动喜乐的 是需要选择喜乐 所以我们求主帮我们 真的选择喜乐 和专心爱神 专心爱神 爱神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不是爱了那么多东西 是专心 专一爱神 超过一切的 神就将他安置在高处 叫他成为尊贵 爱神的人 神就叫他成为尊贵了 和高度渴慕神 和神的恩赐 渴慕神先 不要就是渴慕恩赐 渴慕神 又渴慕恩赐 以利沙对以利亚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感动我 愿意神的灵 加倍在我身上 愿意 而牧师的智慧 加倍在我身上 而牧师的机会 加倍在我身上 我希望大家都会这样祈求 更大的恩赐 临到你身上 神就喜悦了 神就欢喜 神就祝福你 还有整个生命献上给神 不要跟这个世界 世界说一定要结婚 不是一定要结婚的 神预备 我就结婚 我珍惜这个婚姻 神没有预备 不要紧的 我都可以开开心心做人 世界的价值观 是要有钱 要被人捧 这些不要紧的 无所谓的 就算我信耶稣 被人排斥 不要紧的 因为神起月才是最紧的 不要跟这个世界 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整个生命被提升 被神改变 这样就能入到这个神的善良 纯存完美的 可喜悦的旨意 这样就能入到 这个旨意里面 所有我们需要用的一切 万物都是属于我们的 这个五千两银子的仆人 他收到这个恩赐之后 这个礼物之后 他就去赚到五千 即是善用他的恩赐 他就有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他的生命又良善 又有爱心 又有关心 又有怜悯的心 又有忠心 不过这里有一句说话 我曾经思想过很久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为什么这个最多的都是不多呢 我就想到 因为人很多时候很自然地 一天想神 可能想的次数不是很多 一天为神做的不是很多 我想完这句说话之后 我就开始想了 那我不如一天多些时间赞给神 起码我的平安喜乐 可以更加彰显神的荣耀 我的言语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也都找多些机会去荣耀神 那我的心就说 我越多爱神 越多在神里面有喜乐 我就越彰显神的荣耀 那我未必神会说 你很多事上中心 但是神会说 你比以前多了事上中心 这个我已经是很欢喜了 你会不会想说 耶稣有一天跟你说 你比以前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地方是中心的 你会不会渴望 希望我们都是 不会说神说 你跟以前差不多 从头到尾都是差不多 那么多了 中心的地方没有什么增长 或者甚至减少 求主帮我们 在更多的事上有中心 那么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也都叫更多人能够享受神的快乐 那么处理生命呢 和处理生命呢 需要清理垃圾 有哪几样呢 内心世界 大家反思你的内心世界 是充满什么呢 是恩典喜乐平安 力量一定是垃圾 还是负面情绪 忧鬱不开心 有些人的信念 是什么呢 很难不开心的 不是 很难开心的 很难脱离不开心的 习惯了 习惯了 其实我有好几年 因为被人批评 我是真的自动会害怕的 自动会有压力感的 但我真的选择 我不用压力 神所求于管家 要他有中心 这个《光临多前书》四章二节 我又真的是中心 我真的是做神吩咐的 所以我是可以选择起落 我就选择起落 每一次有种压力感 因为以前有人批评我 令到有压力感 我每一次有 我立刻说 神其实是起悦我的 我可以起落的 我处理的内心 真的慢慢没有了 是可以处理到的 我曾经有几年的时间 是这样的情况 人制和家庭 是可以改善的 虽然他们不好 是他们的问题 但我对他们好 我不让他们影响 智慧恩赐 是可以提升的 每一个恩赐 都可以提升的 我感谢神 很多东西 都是神教我的 不同的东西 譬如弹琴 我学了一年 但是神在我弹的时候 神就被我感动 怎样弹 更加有力量 更加有表达出的那种兴奋 真的是发挥出来的 不同的方面 神都给我有个信心 去进步 还有事业 无论你做的是什么事业 是什么工作 你都可以做得更加好 侍奉更加好 还有很重要的策略和方向 有些人经常都做 经常都侍奉 不过就做一样 一样都不断做 但是没有想想 没有去评估 到底我做的有没有果效 我向的方向是否正确的 是否我生命最大的发挥 有很多人 他的策略是没有策略的 他的策略是没有策略的 所以他是随意做的 随意做的 做来做的都差不多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无论你做的是什么 就算你帮助你的家人 子女 都有策略的 既然他这么固执 我如何改变他呢 有什么方法可能有效一点呢 可能有时候跟他玩一下 他会听听我们的说话 令他开心一点 可能是一些策略来的 我在网上找到 帮助不同的人 你可以看到这个影片的 还有很多人有安全区 安全区就是我做回自己 现在做的事情 不可以踏出的 这些事情太难了 但是我们踏出 就是说 神让我们能够巩固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信心 有信心 有目标 然后我就伸展 我如何去发挥 然后脱离这个安全区 然后进入成长区 最后左边 成长 进入一个提升成长的区 这句说话 离开安全区 不会死的 你离开你现在最舒服的状态 不会死的 你是可以进步的 进入一个更加提升的状态 首先我们眼前可以做的 现在可以做什么 做眼前可以做的 处理眼前可以处理的问题 祝福眼前可以祝福的人 在你的工作上 做眼前可以做的事情 去传呼音 建立人的灵命 关心人 建立关系 在末后的日子 基督徒有不同的层次 你是哪个层次呢 有些人只是想逃难 很容易跌倒 他整天都是高高低低 整天都是一个忧屈的状况 下一步 他稳定信耶稣 不过没有什么果子 下一步想救人 但是他没有什么力量 下一步 他为主作见证 然后他受训练 他的果子更加多 训练是重要的 大家上网上很多题目 都有训练 尤其是辅导 这些是很有帮助的 如何时时保持圣灵充满 是有帮助的 如何去回应人 不同的人 如何帮不同的人 这些都有帮助的 然后最高的层次是 圣灵充满 事时和神有物质关系 策略性的侍奉 策略性 有策略的 去侍奉 不是就这样 是这样做的 我什么方法 是最高的提升 最有效的方法 不怕受苦 因为是必然有受苦 又迫白的 主喜悦和珍惜 这是最高层次 但是你看看这个图 是最少的 是最少的 求主帮助我们 我再看我们 可以做什么 我们再简略地看 第一 有信心 相信神想祝福我们 神有一切的资源 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 以神为乐 欢欢喜以神为乐 专心爱神 看重神所有的恩典 就感谢神 欢喜神 渴慕神给我们更大的恩赐 这个渴慕 不是就是渴慕祈求 是一定应用的 譬如 想为按手祈祷 一定除了渴慕之外 爱慕神 并且去用 将整个生命 献给神 所有清理里面的垃圾 不给世的影响 心意更生而变化 进入神的善良 顺存 可喜悦的旨意 并且发挥 神给你已有的恩赐 亦都提升 每一个恩赐 都可以提升 处理生命里面 各样的垃圾 任何的垃圾 任何一样 你发觉负面 没有盼望 不开心 那些都需要处理 那些处理了 你和神建立关系 你的生命就自然提升 也要离开你的安全区 有些人说 我都不敢和人聊天 陌生人 这是一个安全区 我们就离开这个安全区 然后先做眼前可以做 而且逐步提升 不要只是浮沉沉沉 很惨的状况 进入神 这是我们预备的 我们一起起床 求主给我们 有这个心 神 有信心 神 凡事都能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我们生命可以高度提升 求主思恩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我爱你 哈利路亚 主耶稣你里面有丰盛的恩典 你有慈爱 你有恩典 你有能力 你凡事都能 耶稣我们需要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咱们耶稣 哈利路亚 咱们耶稣我深爱你 主耶稣帮助我们 爱耶稣的神 我们将生命献上 真是同神说 我献上我生命 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 献如亲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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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和神说 神啊 有什么你想献上 神啊 我想进入这个领域 捉住神 你答应给我的恩典 神已经答应给我 那么多丰盛的恩典 神啊 帮助我捉住这些恩典 帮助我去受训练 帮助我去发挥 去提升 帮助我不要走懒不结果子 有信心 耶稣我们凡事都能 靠着耶稣凡事都能 主耶稣帮助我们 有力量 有兴省的心 有喜乐的心 轻轻松松跟从神 神必定喜悦的 哈利律亚 帮助我们有信心 凡事都能 在这个时候 我邀请大家 有哪一个 神啊 我想进入一个什么领域 你大声去说出来 有哪一个 你想进入什么领域 你一定是有这个方向 才能进入 有哪一个愿意的 大声说出来 有哪一个愿意的 有什么领域 你想进入的 大家继续思想 你现在想不到的话 继续思想 你怎样可以更加 将生命献上给神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爱 多谢天父 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 都走在神的路上 非常大的使用 非常大的提升 帮助我们 不要走懒不结果子 而结出果子 与蒙照的恩相称 让我们 时时 所算神的恩典 以神为乐 享受神 神就凡事祝福我们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同我们免到人的债 不叫我们如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道权命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真是将生命献上 当作活祭 叫我们有信心 作为信的人 凡事都能 叫我们有信心 扩张我们的境界 叫我们有信心 去祝福人 做神所喜悦的 神必定喜悦 也都帮助我们 真是反思我们的生命 有什么地方 我们是行难不结果子 我们浪费生命的 求主赦免 求主更新我们 有决心去跟从我们 走在神的路上 被神大大提升 主与我们同在 加力给我们 从今直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